唔熙 嗨嗨又来了 神屋辣萨 嗨声闻 上次那条片尾很少有预告 给大家下次开 conception 因为上次我开枪姚艺陆营 的那种黏土日 突然想起那些出了很多款 跟武漢堂幾十個 拉幾十個 是騙錢買不買 我在想起這個系列 這個我從來沒有開過給你看 我自己買來掛在這裡方便收藏 TOMICA 又騙錢買不買 這個叫什麼呢 TOMICA Premium Unlimited 系列 你想知道為什麼推出這個系列 我相信網頁會有寫的 這個系列我暫時手上有十架 十架 但只有九個 又是這些 很煩的 才是一號車 應該是福叔圖會描述這兩架車 為什麼兩架是一號車 哈哈哈哈 我有一個為什麼的意思 這個系列以我所知 歷史不會太久 最多一兩年 通常那些會翻炒 有些號碼 或者是同一時期出兩架不同 翻炒的號碼 通常都會過一段時期才會用回 那一號車 譬如九號車 Fair Lady的Premium 它會隔一段時期隔很久 由30024X轉為藍色 我稍後會給你看 藍色的2402X 然後再出一個橙色版 但這個系列是否一齊出 哈哈哈哈 如果一齊出不同顏色的版 即是哪些呢 即是這一類 即是這一類 這一類 這是Premium系列 我不是說經常騙的 一個紅盒 一個特別版 你慢慢買 這些一齊出的 是紀念版 這架是普通版 我明白的 同一款車 不同顏色的顏色 一個白色的紅色 這個很明顯是什麼呢 哈哈哈哈 一架是露筍 一架是漆仔 都不一樣 為什麼可以同一號號碼 不要試圖去解答 我想是很複雜的 如果兩架一號車都是RX7 或者兩架一號車都是露筍感 我明白 或者同一款出兩架 兩架都不一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它可以出到 我手上 我先當它出到九號車 它可以這架是一號 這架是二號 一邊移動 或者這架是一號 這架是十號 我不明白為什麼它會出一號 哈哈哈哈 整件事很混亂 所以很迷 還有這個系列 Premium Unlimited 歷史又不是很久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哈哈 我不明白 你如果用有限的文字 告訴我 你就會說 免得長篇大論 也不需要深究 總之這個系列 Unlimited 簡單來說 一號車已經有兩架 其餘那些有沒有 其餘那些號碼 有多少架車 我就不知道 手上只有十 號碼到九號 最新的那一架 我手上是Fair Lady 車只有十架 一號有兩架 就是這樣 我開一開九號給你看 那可以賺的 那價錢多少呢 可以五六十元 去到百多元 那工價 我不太記得幾日圓 在香港買到 五十多元 也有見過 有些貴一些 那些買一百零幾 也有見過 總共你都拉勻 九十 即最多地方 見到九十多元 那你自己找 有些我便宜到 譬如這架 在精品買 六十八元 六十八元 沒有最便宜 一架我買五十九元 我不記得 我一會兒給你看 對 收起來了 反正不要開給你 有些膠盒 類似Hotwheels 那些 後期新 即是舊的Hotwheels 紙皮的那些 都可以掛的 你掛多一點 紙皮都會黃 後來 近期 不是近期 後來出的那些 有一個膠盒 那就很方便 其實紙皮的Hotwheels 都可以另外買一個膠盒 去珍藏它 但我一台頭看 我的Hotwheels 那塊紙皮都黃了 算了 等於你 等於你 TOMICA的車子 都有膠盒 不買了 不要管 掛在那裡 有個洞 掛在那裡 都可以 玩完 再掛在那裡 一號車 我先收起來 一號車兩架 不知為何已經 如果說Premium系列 這款 不騙錢版 特別版 你只可以買一家 通常特別版 那款比較貴 其實如果不是 這款最新的Premium系列 不是說Number 一架車 這款系列 其實對上 之前那一代 我常說 我告訴你 就是這款 其實也是Premium系列 也是 都是 那我為什麼拿給你看 其實它 在年代 九軟之前 已經是這樣 一架綠色 一架銀色 一架 一號車 Premium系列 當作第一代 Premium系列 現在這一架 一號車 但為什麼有一架 沒有Number 叫Original 哈哈哈哈 是同一架車 那這裡寫什麼 等同這些 這些也好 告訴你 有一個特別的紀念事樣 特別版 也是特別版 但沒有Number 不止有Number 要拿乾淨你的錢 同一個Number 還要出一些沒有Number 哈哈哈哈 好了 這架 這架在日本 看到1200日圓 1200日圓 當時應該是7算 12乘6 80多元 80多元 那如果你說 這個 這個 算是最近期Premium Petting裡面的一號車 又來了 哈哈哈哈 嘻 嘻 看起來也不一樣 你不認識也知道 那怎麼辦 所以我不是說 它很早已經有這些技量 跟Number 出了很多 很亂的 你不要去翻查 或者你甚至會 再深水清一點 這個其實也是Skyline 不要管它 先放在一邊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是1Q 只不過是合同座 它換了一個Petting之後 這是第一代的Petting 第二代的Petting 是類似這些 這些Petting 一一一 又出多錢 但是你買不買 照買 這樣騙錢 即是可以騙錢 即是美其名 我說衰點叫它騙錢 你可以這樣騙錢 紀念版 你可以這樣騙錢 出一個特別版 雖然不同顏色 第三 你可以這樣騙錢 舊世代的Petting 是這樣的 這個也是日本買的 800多元 當它重新洗牌 再出多一次 新Petting的系列 都是1號的 所以我換了不同 車一模一樣 又是一種騙錢的方法 商人的賺錢方法很多 你不要去深究 你現在問我 都一下回答不到 你為什麼有這個Original 系列或者這輛出現 為什麼它要這樣做 為什麼它出完一個 又要重新再洗牌一次 再出一次 新包裝 又要同一部車 其實是不是一模一樣的呢 太複雜了 你不要管了 你不是玩到我 不是深入 那麼屎不貴 什麼都買 整個垃圾 你不要管了 你喜歡哪一部 你買哪一部 我只給你看你一亂 是不是 放在這邊 我經常很笑 看到這些東西 我明知道它是騙錢 你有一架便足夠 就是這樣說 這三架基本上一樣 你有一架便足夠 即是你給你媽媽 或者你老婆 三架都是GTR 你買一架 你買三架 不一樣 這兩架都說不同式 不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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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了Premier 是你有沒有 有這架 Fair Lady 9號 我早前說 有一個橙色 我找不到的 就是這架的另一個版本 橙色車身 炒六百多元 我不會買 現在很難買回的 看去日本溫 有沒有別人二手放 一定有 看價浪到多少 Yen現在低的話 都可以接受 這架是9號車 這架 因為到處都可以買 這架是不難買的 這架是不難買的 好了 為什麼我拿出來呢 因為我稍後 那架是9號 它剛好算 又是9號 雖然我剛才給你看 的Unlimited系列 Premium 所以我先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這些我收起來 很亂 然後剛才兩架 1號車 很妙 然後2號 Unlimited系列的2號車 名Crossover 名偵探 他說Unlimited 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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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想像 可以加完加草 這樣 名偵探 柯南 這個柯南 我不知道 這樣 其實你這樣透過膠 看上去造工 都是漂亮的 對得住它價錢 六七十元 起跳的 3號 這架 全黑色的 這架 10架車 9號 我最不喜歡 不喜歡 你也會買 那不欠債 儲開一個系列 儲留一架 好像... 周身恨 哈哈 這架 3號 這架 4號 這架 這架多漂亮 這架是68元 這架多漂亮 這些款式 在香港沒有人喜歡 可能會便宜一點 當時在珍品賣68元 可能現在你會看到 都說在珍品也不奇怪 可能在深水埗那間 或者其他地方 或者其他賣這次玩具 可能會跌到五十多元 也不奇怪 這些車款不算大佬 哈哈 造工是精緻的 總之是Premium系列 4號 這架就貴一點 這架初初買 現在是沒有 這架始終香港人會熟悉一點 7仔 RX1 又是這個明晶 是不是柯南 C-O-N-A-N 當它是吧 不是 當它是吧 看它的鼻尖尖 這架是5號車 我買的那架是80元 其實 你看到這裡 其實是遮蓋著一個牌 我想知道原生 是否減了價 還是炒價 貴的 原生都是80元 舊的貼紙 原生是85元 他以後 看見 初初它標85元 沒有人買 所以跌到80元 然後我這個傻仔買了 7仔也有回憶 雙鑽紫印平 好了 5號車就到6號車 這架是 這架我反而不知道做什麼 有日文字的 我不懂日文 你現在認識的話 我找這個做什麼 極速傳傳的那些朋友 好了 接著到7號車 這架就實資了 我喜歡這架 我喜歡這架 西部警察 哈哈 你有玩過Tomica 隨手看上去 有些是這麼大盒的Tomica 我拔不下來給你看 因為它全部都拆住了 有一系列出過 很多系列出西部警察 或者什麼刑警刑事系列 那些日本仔做警探的警車 好像很帥 哈哈 哈哈 這是其中一架 這是6號車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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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 8號 不是順序 最後這架 最新我得到這架 它是不是出到這架 最新我不知 彎岸式 打遊戲也好像有 但是遊戲劇 9號車 彎岸 這架是什麼 Fan Lady 它其實是由 Premium系列衍生出來的 它雖然是Premium的Unlimited 你猜這兩架 其實是否一樣 哈哈 我只是這樣不拆給你看 我這架不拆給你看 我就這樣透過鏡頭給你看 你自己 衡量一下它 是不是一樣 哈哈 不要管 所以說 剛才這樣說 不要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到它 發覺 不是百分百一樣 只不過它是多了一個水貼紙 就換了一個Petking 告訴你 是彎岸的 接著買 又出了一個 Unlimited系列 騙錢 但是終歸我都會買的 既然買了 就不要去深究 走去真的拿出來說 嗯 是不是一樣 哈哈 有點鴕鳥 騙自己 哈哈 大家都Premium 原則上就是一樣的 原則性 那盒也不一樣 你便當買盒的誠意不一樣 即是說 如果你基本上 當車一樣 基本上 我不想知道 連結應該是一樣 其實真的應該很一樣 哈哈哈哈 其實它有上一代的9號車 我又拿不到 就是300 上一代的9號車 意思是這個款的9號 其實它都是Fair Lady 接著一個黃 街纜黃 3002ZX 因為它的款式都轉了 是另一輛車 是不同的車 不是這些 一模一樣 哈哈哈哈 這樣吧 就當買盒子 那又怎樣 哈哈哈哈 可以怎樣 我怕撬破一張紙 撬破一張紙 撬破一張紙 那樣的卡 新出 這樣說 它由舊世代的Premium 轉到新世代 即是印過盒子 其他一模一樣 騙錢 起碼它這架 轉到這架 它多了一張卡紙 多了一個膠盒 還有就是 放在這裡 兩張紙盒也不一樣 很漂亮 漂亮 看 這架車 你當它不同 不要深究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大體上 大致上是一樣 哈哈哈哈 我不停幫它找 不是那麼騙錢的藉口 Premium 精緻一點 越南製造 給一般紅白盒上品 現在開門了 OK 不是 說錯 Premium Unlimited 系列 哈哈 有些要求 不是紅白盒上品 給年輕人推 你喜歡買這架 譬如 這架難一點 譬如 你有這架GT-R 打算買一架 這樣放在這裡 即是你正在駕駛 當你正在駕駛 你打算買一架放在車頭 一架小 很多人很流行 你又未必識砌模型 到處去找TOMICA 有很多車主 當然是第一次買車 就到處去找找有沒有 他那架車的模型 砌模型 砌自己又不懂砌 一想就想 買一架TOMICA 紅白盒火柴盒 車仔那些 就去找TOMICA 當你開這架車 買這些款 總好 比上白盒 這架比較好 這架難 這架在街上也少見 這架 這架貼在車頭也很漂亮 有沒有避震 竟然沒有避震 TOMICA沒有避震 試一次 搞錯 紅白盒上品最出名的避震 這架是沒有的 這架多錢 我不記得 這架上網訂 七八九十元 七十元 不會七十元 八十九十元 不知道 還可以買的 這架 最新近這架 如無意外 可能出了十號車 我不知道 這個系列叫什麼 彎岸 撕吧 五爺飛車 又開完一個 騙錢系列 我想圖很淡 ATOMICA UNIMITED 不是 ATOMICA Premium系列 下面再加一個 UNIMITED 這樣 是不是覺得很煩 哈哈 覺得很煩 不要知道太多了 喜歡哪一架 覺得價錢還好 你就買來玩 不要太深入去研究 買了一架 例如你看到這架 買了這架 再深入去研究 通常你會入坑 那就麻煩了 哈哈哈哈 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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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說